推特发表新评论Print 反中国香港反送中选举股市香港激进示威 冲进立法会引争议为影响股市猛声作者小山 发表时间02年7月2日 019更改时间2019年2月7日 发表时间12点33分 香港民阵 公布七一有行参议人数为55万人 路透社 香港立法会昨日遭到反 送中逝威者占领并破坏 不过港股今天表现却依旧良好 恒生指数更 比近29000点大关 一度急升超过400点 高见28957点 有分析师认为 这可能是受到中美恢复新一轮贸易盘盘影响 香港 7.1反送中逝威出现激进趋势 因致分歧 据东森新闻今天报道说 8.1反送中占领立法会 港股开盘仍大涨超过400点 香港立法会昨 8.1日遭到反送中示威者占领并破坏 不过港股表现却依旧良好 8.1日遭到反送中占领域 恒生指数更比近29000点大关 一度急升超过400点 高见2 8957点 国企指数最新上升142点 1.31% 报110 24点 主板成交于314亿港元 分析师认为 这可能是受到中美恢复新一轮贸易谈判影响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指 香港立法会昨晚遭 8.3% 示威者占领了三个小时并遭严重破坏后 香港今早大致恢复平静 但 8.3% 舆论也出现逆转 从原先讨论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转而热议占领市 8.3% 舰 令泛民主派承受一些压力 8.3% 香港经过昨天的混乱后 今早大致停 9.3% 静 在金中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大楼外的马路恢复通车 警方则封锁了 9.3% 立法会 在内部进行搜证 9.3% 无线电视台引述消息指出 立法会秘书处 9.3% 移失了大量电脑软硬件相关设备 9.3% 此外 立法会遭破坏严重 不知何 10.3% 时才能恢复运作 9.3%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今天凌晨4时会晤记者 强 10.3% 立法会遭破坏严重 冲击立法会 并说会对任何违法行为 会追究到底 11.3%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 冲击立法会的示威者 最少触犯了三项罪行 包 11.3% 扩违法进入立法会范围 另涉及强闯立法会罪 以及深藏攻击性武器 11.3% 大批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年轻示威者 昨晚闯进立法会 期间例 11.4% 法会设备遭到破坏 这起事件今早成为各大报章的头条新闻 也在设 11.4% 会引起热议 自从政府提出修议后 泛民主派提出反对 并发起多次 11.4% 大规模游行集会 且获得广泛支持 但昨晚反修力支持者强闯立法会 11.4% 以示 令泛民方面颇受压力 综合当前舆论讨论 泛民的压力大致有 12.4% 以示 反修力变成暴力冲击 二是 泛民方面至今没有谴责事 12.5% 危者闯进和破坏议会 对于外界的批评 泛民方面强烈反驳 议员张 12.5% 抄雄 批评 昨晚守候在议会里的防暴警察突然撤走 是导致事件的起因 12.5% 并指这是警方故意设下的空城计 泛民议员毛孟静向媒体说 12.5% 昨晚示威者包围议会时 泛民方面要求林郑月娥与示威人士对话 但 12.5% 她却拒绝 令事件恶化 中央社交系说 香港立法会昨晚一度遭反 12.5% 送中示威者攻占 香港警务处处长卢 伪聪金晨否认警方设局 12.5% 她说 昨晚约9时 有一系列事情发生 为了安全 警方只好暂时撤 12.5% 退 重整后再取回立法会大楼 12.5% 昨天7.1游行前 立法会大楼遭数千 12.5% 名示威者围堵试图闯入 港警原本在内坚守 但昨晚9时全部撤离 12.5% 让示威者得以闯入占领 并在异常喷漆太阳花HK等字样 12.5% 今天 凌晨零时许 示威者全部撤离立法会大楼后 港警还展开清场行动 12.5% 香港泛民派立法会议员张超雄 昨晚指疑警方撤离市港府设下陷阱 12.5% 在立法会现场里劝示威者不要中计 香港中文大决证 12.5% 至于行政学系副教授周宝松金晨也质疑警方使出空城计 报道总 12.5% 和香港电台立场新闻消息 香港警方负责人卢伟聪在今天凌晨4时 12.5% 举行的记者会说 昨晚9时 由于七一游行已大致完成 立法会周边 12.5% 聚集约3万名示威者 部分人冲入立法会 警方必须面对大量群众 12.5% 在室内能选择使用的武力非常有限 他说 加上当时发现有示威者破 12.5% 坏电箱 造成立法会大楼部分电灯熄灭 担心所有电灯被关掉 会发 12.5% 生人 采人的情况 以及示威者与警方纠缠有不好的事发生 卢伟 12.5% 聪并称 有示威者施爆烟雾 不知是否有毒 昨天中午警方也曾备有 12.5% 毒粉末攻击 警方别无选择 所以后撤 据联合新闻网今天报道 邮箱 12.5% 港民间人权阵线所号召的七一游行 昨日约有55万人走上街头 时 12.5% 至晚间 有部分示威者不满港府仍不撤回逃犯条例修理 冲进立法会 12.5% 攻占主席台 立法会旁虽有警力戒备 却无立即行动 至凌晨时分 12.5% 警方以催泪弹强势清场 示威群众则迅速往外撤离 行动暂时告终 12.5% 民阵今 早于脸书发表声明向所有关心香港的民众喊话 强调在 12.5% 这面对极权高强的时刻 必然会与昨晚进入立法会的抗争者共同进退 12.5% 民阵表示 经历昨夜一役 想必坊间会有不同的想法 但无论如何 12.5% 我们恳请大家和我们站一起 在鸡蛋与高强之间 永远站在鸡蛋 12.6% 远站在鸡蛋与高强之间 永远站在鸡蛋与高强之间 10.11.12.1931 12.193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